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郑静一也学到教训之说 在西时围静庭这件事 学到了做什么事就要付出代价 郑静一日前也为演唱会亲跑宣传 但不管去到哪里 身旁都带着爱女 她满脸慈爱地说 有了女儿我整个人便宅男 哪里都不想去 只想24小时陪着她 郑静一宝贝女儿小小年纪 以及拥有超萌外形与落落大方个性 是否会排斥她走向演艺之路 郑静一笑说 如果长大后更漂亮 应该要走这条路 不燃生那么漂亮干嘛 对于未来女儿的交友条件 郑静一则是开明地表示 男人不好就要换 三年换一个我也OK 不过我应该活不到那的时候 同时郑静一也骄傲分享自己六岁时 一听到歌曲就能唱出正确音阶 郑静一打趣地说 小时候不敢讲 怕被人带去解剖 另外郑静一得以说道 我参加比赛从没拿过第二名 后来听说只要我去参加比赛 那场就没有人会去报名 以往给人相当自信 甚至有点臭屁的郑静一 不怕得罪人 也不怕被嫉妒 她骄傲地说 我生下来就是被人家嫉妒的 郑静一的情史也非常丰富 日前遭爆料 上周五到台中自由路上一间酒店找小姐 还跟小姐失职紧扣 对此郑静一表示 这名女子只是朋友的女友 这什么时代了 跟谁实质紧扣纯粹好玩了 朋友不会误会 我女友都知道 但才被拍到现身酒店 近日在报上酒店寻欢 跟外带酒店妹出场 只不过人带出场 竟连钱都没付 还打电话给替她办演唱会的金主 硬是让金主买单 金主因此起到抽掉五百万的赞助金 而据悉这名金主是王永庆元配王月兰 直孙张启宏 苹果日报报道 赞助金主爆料郑静一两个月前和她接洽 预计明年母亲节前后举办以她为名义的演唱会 双方相谈甚欢 活动也既已敲定 但某天郑静一在酒店喝酒 打电话叫她出来聊赞助 最后郑静一还把两位酒店妹带出场 连钱都没付就闪人 金主气不过 愤而抽掉赞助金 而该金主其实就是广威科技总经理 也就是王永庆元配王月兰直孙张启宏 张启宏透露郑静一无稳定收入 想开演唱会赚钱 但常常跟她约在酒店 一出来就是要喝酒 一见面就是要找女人 她也直言正经常白吃白喝不付钱 超过五六次 至少帮她付了十几万 气得直呼 怎么可能投资这么没涨进的人 对此 郑静一反控对方是诈骗集团 从头到尾没付过任何一毛钱 郑出事和张启宏于8月17日签的合作一项书 二人原先约定8月20日付款 不过当时张启宏却表示公司有预算问题 因此协议9月20日再付 后来竟落跑了 但她现在已找到新的金主 将投资她2000万元开演唱会 目前没有提告的打算 免得事情越扯越复杂讲不完 而对于上酒店一事 她表示 我是公众人物 怎可能外带 很难看吗 郑静一曾跟高金素媒 及杨秀慧等女星传过绯闻 过去艺人杨秀慧在谈话节目中 谈到与初恋情人的感情问题 大方分享第一次的经验 比对前两年在一支节目时 遇到歌手郑静一时 坦言15岁就跟她在一起 第一次也献给她 让外界揣测 杨秀慧所言的初恋情人就是郑静一 虽然杨秀慧表示 我没指名道姓 这是你们猜的 郑静一也对此事否认 更说 这都是她耍三八 胡说八道 有着两段婚姻的她 自称不能与同一个女人睡太久 与第一任前妻离婚后 06年在跟陈朱莉结婚 但不到一年就离婚 之后跟南方公园董事长谢思惠交往 两人分手后 与现任女友 育有一女郑宇童 郑静一表示不打算再婚 转宠八岁大的宝贝女儿郑宇童 连手机桌布都只放爱女照片 她笑称 因为放女儿的最安全了 女朋友太多了 不知道要放哪一个 号称情长浪子的她 盛传有交往超过500个女友的都市传说 65岁的她对此幽默自嘲 那是年轻时候的故事 如果算到现在 那我这样的年纪岂不是超过上千人 情史丰富的郑静一不仁烂情 我是喜欢认识人 以前都会看美女 现在年纪大了 欣赏的角度变更多 每个女生都有自己的优点 因为谈恋爱可以看到人生百态 只是我现在身体比较不幸而已 欲念真的有变少 认了年纪变大 还真的有差 她还透露自己崇尚自然法则 没考虑劫杂 甚至自爆一直以来都没再用保险套 我没避孕40年才生这个 女儿妈妈跟我也没有避孕 快十年才突然间有了 一直年轻时 不带套中标几率就不高 现在年纪大了 更是没再怕 郑静一更托明朝艺术家唐伯虎救援 表示唐伯虎妻妾成群 也没人骂 还歌颂她好像很应该的 不过她对于被冠上风流风号 倒是觉得相当光荣 认为自己只是比较诚实 哪个男生不喜欢多几个半 只要哪个人出来说我这一生就这一个 我叫他去死 哪有这种事 不可能了 身为演艺圈情圣代表 谈及小猪罗志祥惨遭就爱周扬青爆料狠戳 他也跳出帮忙说话 我觉得小猪就是很衰了 以前我还遇过女生直接拿菜刀追我跑 出来玩都是要还的 不过他也还没结婚 接着搬出自古才子多风流帮还家 认为人难免脱离不少七情六欲 不过郑静一过去在情场漂泊多时 现在却完全被八岁大的女儿郑宇童吃地 谈及爱女遗传了她的表演细胞 就连拍照都能指挥摆姿势 看来颇为专业 郑宇童三年前就曾担任她的小巨蛋演唱会嘉宾 郑静一自豪说 她从小就练跆拳道 钢琴 长笛 还有跳舞也有 主要是很乖了 长大顺其自然就好 没想到话才说完 郑宇童就秒回 我知道我很乖 但是你不用多讲 让身为父亲的郑静一 毫无招架之力 谈到近来的生活 郑静一透露自己鲜少在创作 自认已经过了四 五十岁的黄金期 写了也觉得江郎才进 她笑说 现在的生活就是活着呗 我人生好玩的 灿烂的 辉煌的 淫荡的都经历过 年纪到这程度 讲两个字就是等死了 能做的也不能做了 想做的也不能做了 我没有什么目标 我生命就是要把钱花光 也不留给别人花 不然我会觉得很亏 郑静一深信 每个人的一生和命运 都是被城市设定好的 目前她和孩子的妈仍未婚 她说 我这一辈子不会定下来 不过我的生活 她不会干扰我 我也不会伤害她 现在这个女没交过男朋友 也没有什么朋友 只跟我一人 有人说是上辈子欠我 但我觉得是设定好来陪我的 她也从来不做健康检查 郑静一豁然说 如果检查出来健康不就白搞 不健康也是多烦恼的 何必理她 我就认定我一生是被设定好的 活多久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喜欢这样想 可以比较潇洒豁达 近日 郑静一又被传出 与二十岁的女王红爷孙恋 网红替妹凭借清纯的脸蛋 与火辣身材 深受粉丝喜爱 曾出过多本写真书 都马上销售一空 在IG有七十万粉丝追踪 不过在感情方面 进度似乎是力 但最近传出感情上的好消息 有一张她被秀长天王 郑静一锦签的照片疯传 让她急得澄清 真的不是绯闻女友 在这张照片中 T妹穿着相当养眼 上身穿着一件侧面 开超大洞的白色吊杆 看起来完全没有穿内衣 雪白的侧乳一览无疑 下半身看起来什么也没穿 还隐约看得到 里头的钉子小酷酷 而令人最印象深刻的是 T妹和秀长天王郑静 一坐在饭桌前 只见她紧紧牵着T妹的手 面对镜头露出灿烂的笑容 T妹则是露出羞怯的笑容 T妹也赶紧在贴文里澄清 一张照片还真的是一传十 十传百 请不要误会 并不是绯闻女友 四文一曝光 网友们纷纷都称赞她的好身材 并笑亏郑静一能够大饱眼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咨询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